2004年7月3日 古巴城市巴尼奥斯热闹非凡 一项盛大的活动正在这座锦铃哈瓦娜的小城举行 这次活动甚至引起了卡斯特罗的关注 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座盛产漫画家和演员的城市里举办的这次活动 与艺术毫无关联 而是一场长达15公里的跑步 听说这个活动游客们恍然大悟 哦 今年是奥运年 高点体育活动也正常 但此时城里的市民都会站出来解释 我们举行的活动并不是为了今年的奥运会 而是为了纪念古巴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男人 你是不知道一百年前 这个男人身上发生的故事有多狂野 他的名字叫做安达琳卡瓦哈尔 1866年 菲利克斯德拉卡里达卡瓦哈尔也索豆 出生在了哈瓦娜 在很小的时候 他们家就搬到了哈瓦娜附近的城市巴尼奥斯 对于卡瓦哈尔来说 这座肥沃的小城让他发现了自己的长处 在这样一个大农村里 卡瓦哈尔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大自然 整个童年他的生活就是 上山爬树拖鸟蛋 下河摸鱼把钱转 田里挖坑捉田鼠 果圆摘果顶顿饭 每天的生活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狂奔 但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 从很小的时候 小伙伴们就发现 卡瓦哈尔的奔跑能力特别强 别的孩子都已经气喘吁吁时 他还跟没事人一样跑走了 时间一长 卡瓦哈尔就因为一副好脚意 在孩子中闻名了 当然 在19世纪的古巴乡下 能跑也不算啥技能 卡瓦哈尔的父母还是想让孩子 学点高端技术 比如理发装地啥的 事实证明 卡瓦哈尔在这些方面天赋不佳 学理发 他极大地提高了本地的帽子销量 干农活 他极大地拉低了家里的粮食产量 几次实验失败后 卡瓦哈尔的父母觉得 这个熊孩子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没有的 将来恐怕是废了 不过 就在卡瓦哈尔的父母发愁时 一次意外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1883年 一个叫比扎尔的西班牙人来到了古巴 作为著名赛跑者 他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 会到处与人赛跑 这一年 他在巴尿斯发出挑战 你们阵子 有一个算一个 谁敢跟我赛跑 赢了可以获得一笔钱哦 其实大部分的居民都不想理他 大家活着已经够累了 谁愿意陪一个宗主国的贤逼跑步玩 可是碰巧的是 14岁的卡瓦哈尔听到了这个挑战 卡瓦哈尔找到了比扎尔 咱们怎么跑 看到有人迎战 比扎尔非常高兴 规则很简单 咱们俩就绕着阵子跑 有人落后一圈就算输 卡瓦哈尔当场迎战 俩人相约 明搞七点准时开赛 第二天 满城的观众都来看热闹 随着阵长一声令吓 俩人开始狂奔 但是没看一会儿 大家就散场了 因为这俩人实在太能跑了 在阵民震惊的目光中 俩人始终没有拉开差距 从清晨跑到中午 卡瓦哈尔坚持多跑一圈 获得了胜利 阵民们欢呼着 将小卡瓦哈尔扛在肩膀上 在阵里到处游行 古巴人战胜西班牙人的荣誉感 让全阵开始了狂欢 卡瓦哈尔就这样 小小的出了一把名气 可是再出名的人也要吃饭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无所长的卡瓦哈尔 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哈尔纳的英格拉斯拉酒店 当门位 英格拉斯拉酒店历史悠久 此时正在进行扩建分析 扩建原因是 古巴独立战争期间 有英国记者住在这间酒店 报道独立战争 但这个记者一直吐槽 酒店设施落后 给酒店名誉造成了很大损坏 妻子老板投入句子重新装修 这个缺德的记者叫做温斯顿丘吉 不过虽然找到了工作 但卡瓦哈尔的收入依然很低 为了糊口 卡瓦哈尔只能干一点副业 不要误会啊 他干的并不是那种通聊副业 而是给酒店的住客跑腿 传话或者送东西 因为性格和善 腿屌麻利 卡瓦哈尔很快就成了 哈瓦那的街头名人 事实证明 卡瓦哈尔虽然文化不高 却很有格局 他非常懂得如何赋能自身优势 发力新型流量 通过结构化展示 来进行点线面的高频触达 共建成熟认知度平台 翻译成人话说 卡瓦哈尔很快发展了第二项副业 在街上跑嘴时 背着一个广告牌 成为人形自走广告 这项业务也可以多挣一点钱 如此别致的造型 让卡瓦哈尔很快在哈瓦那街头 获得了极高的认知度 作为街头名人 卡瓦哈尔的消息颇为灵通 1904年初有人告诉他 一个有趣的消息 这年夏天 在美国密苏里城的圣路易斯 要举办一次奥运会 获胜着除了奖牌奖杯外 还有一笔不错的奖金 奥运会上有40公里的马拉松赛 卡瓦哈尔你不是很能跑吗 你要不要去试试 听到这个消息后 卡瓦哈尔动心了 自己就这么一直在哈瓦那混 穷日子过得像是路易十六一样 没有头 对一个人来说 出了会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出了呀 而奥运会 是不是让我出名的一个机会呢 当确定想参加奥运会后 一个现实的问题 摆在卡瓦哈尔面前 路费从哪来 当年的奥运会不像现在 参赛选手全部都是自费的 而穷的荡气回肠的卡瓦哈尔 显然没有盘缠 思来想去 卡瓦哈尔决定了 也要重筹 卡瓦哈尔说的重筹 指的是当年古巴的特色活动 穿帽子 所谓穿帽子 是漏难之人用来筹款的手段 假设某人遇到了缺险的问题 就会到城市最繁华的地方 脱下自己的帽子发表演讲 大体上说一下 自己遇到了什么问题 请求城市里的好人帮忙 然后这人就会把自己的帽子 向上递给一个围观者 群众再把帽子递给下一个人 如果有人想帮忙 就会把钱投进帽子里 不想行善的人 就直接手递手 不受任何职责 卡瓦哈尔决定这样筹款 他把身上的广告 换成了自己的众筹告示 我想参加奥运会 但没有路费 在哈尔纳街头跑了好几天后 他在广场上传了一次帽子 由于一直以来人缘不错 加上这件事也很新奇 卡瓦哈尔轻松的 错过了一大笔路费 1904年6月初 卡瓦哈尔跳上了一艘货轮 这个成功破浪的哥哥 就要向着自己的梦想出发了 此时的他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等待他的 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 与现在的万众瞩目不同 在现在奥运会 所以刚刚诞生的那些年 这项活动是相当狂野的 整个奥运会 都透露着一种草胎半死的气息 1896年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在雅典举行 这家奥运会的项目设置 非常注重实用主义 除了大家熟知的运动以外 比赛项目还包括了 钓鱼、捕鸟和灭火 除了项目以上实用 当年奥运会的奖品也非常朴实 比如一位希腊的富豪 为马拉松冠军 准备了一大笔奖金和奖品 而在奖品之中 甚至还包括自己的女儿 他想把女儿 嫁给马拉松比赛冠军 可惜被人家拒绝了 到了1900年 第二届巴黎奥运会 这家奥运会的风格更为狂野 这一年巴黎举行了世博会 而由于当年的奥运会 知名度远比世博会低 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 奥运会是世博会附属的 助兴项目 根本不知道这是个正式比赛 当年有一位美国的女士 到巴黎度假 发现旁边有高尔夫比赛 作为爱好者的她 去参加了一下 结果得了第一名 但得了冠军后 发现也没啥奖品 这位女士就回国了 直到她死 她都不知道 自己曾经获得过一届奥运冠军 在项目设置上 巴黎奥运会添加了 拔河 放风筝 医疗救护等项目 除了这种娱乐性很强的项目外 本家奥运会上还有潜水的项目 比的不是谁潜的身 而是谁在水下憋气的时间长 因此被誉为 最没有观赏性的项目 这家奥运会 空地旁边全是树 因此比赛不是比水平 而是比运气 看谁的铁饼 能不被树串给挂上 至于这一届的射击比赛 则是没有射力靶子 全手比的是打鸽子 一场比赛下来 鸽横遍野 马拉松比赛上 美国选手和法国选手 同时选择了坐马车坐壁 还互相指责 对方坐马车时 超近道路等等 时间走到1904年 这一届圣路易斯奥运会 更是既往开来 它被号称是 人类体育史上的黑历史大权 是比柏林奥运会 更不愿意被提起的存在 这一年 圣路易斯同样也举办了世博会 而奥运会的重要程度 也理所当然的 放在了世博会之后 除了不为重失败 1904年的年份也不好 日俄战争导致 亚洲和欧洲的局势都很紧张 而美国作为举办方 甚至都不愿意派船 去各国接运动员们 因此 最终参赛选手中 八成以上都是美国人 被人嘲笑为美国奥运会 在参赛的650亿名选手中 只有62个来自北美之外 为了凑参赛国家 组委会不得不拉一些 在美国的异国侨民充数 拼死拼活 才凑了十几个参赛国家 不过 虽然参赛国家少 但组委会 倒是特意把黑人 印第安人 印度人和东南亚人 给安排在了各种比赛里 你以为他们是为了追求种族平等 切切相反 他们是为了证明 白人在生物学上 犹豫其他种族的论点 由于组委会万不经心 奥委会相继对待 这些奥运会上 处处都是名场面 比如七项自行车比赛 18名选手全都是美国人 足球只有三个队参赛 其中还有一个队弃拳 举行了一场比赛 就绝出了金银铜牌 弃拳还能拿铜牌 这种行为实在太过分 导致这场比赛 直接被各大官方组织 拒绝承认是正式比赛 同样在这一届奥运会上 一名杂技演员出身的日本选手 参加撑杆跳比赛 他在赛场做出了一个 空前绝后的动作 把长杆踩在沙土上 然后手脚并用爬上长杆 又跳了下来 直接打破了撑杆跳的记录 当年的规则并没有禁止这种动作 但现场的裁判认为 这种行为无论如何 也不能算作有效成绩 撑杆跳一项运动 就这样因为他一个人 而求改了规则 有了这种先例 其他的故事都显得如此平淡无奇 比如传奇选手乔治艾瑟 在一条腿是一只的情况下 赢得六枚体操奖牌 跳出一比赛选手 以19米的成绩获得冠军 就算是和风细雨的小场面 但以上的所有故事 都没有这届马拉松比赛刺激 按照正常逻辑 一场马拉松比赛 应该选在一个气候温和的清晨举行 但圣路易斯奥运会 显然不能算正常逻辑 马拉松比赛的组织者沙利文 跟顾白旦有很深的矛盾 因此 轮到他组织马拉松比赛的时候 他把开赛时间 选在了1904年的8月30日 正处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除了选在最热的日子 沙利文还贴心的 把开赛时间定在了下午3点 一天中最热的时段 为了表示有横子远方来 逼先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在40多公里的赛程上 沙利文没有设置一个供水站 一切补给 全靠运动员自己想办法 不过 相比于比赛的赛道 温度和补给站 已经算是小问题了 这次马拉松几乎全程都是乡村土道 途中还要经过7座小山丘 更难得的是 组委会完全没有清理赛道 比赛道路就是正常使用中的道路 马车 汽车 行人与运动员 混杂在同一条路上 被车撞到该不负责 有这样的组委会 这场马拉松比赛 基本就是奔着出人命来的 而对于这一切 满怀憧憬的卡瓦哈尔 一无所持 正确到路飞的卡瓦哈尔 坐着货轮到达了新奥尔良 这座港口城市的繁华 让卡瓦哈尔大开眼界 就是狂飘乱渡 在新奥尔良一下船 卡瓦哈尔就开始 早上斗地主 晚上打麻将 这种朝三不四的生活 过了几天后 卡瓦哈尔别说路费 连行李都这么说没了 他在街上找人 借了一张地图看了看 自己距离圣路易斯 还有1100公里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 还要不要参加比赛呢 此时卡瓦哈尔倒没怎么犹豫 比赛是一定要参加的 那么没钱怎么到圣路易斯呢 发挥自己的特长 退而去呗 可是走路好说 这一路的吃饭问题 咋解决呢 作为一个血气方高的男子汉 卡瓦哈尔毫不犹豫 我一路要饭不就行了 就这样卡瓦哈尔出发了 他在路上 饿了就找附近居民要饭 困了就倒路边睡觉 有车经过就请求搭个便车 就这样一路要饭蹭车 行进了1000多公里 等卡瓦哈尔到了圣路易斯时 已经是比赛日的上午了 1904年8月30日中午12点 鸡条路路的卡瓦哈尔 来到了起跑店 此时的他已经40多个小时 没吃饭了 深深的衣服 在盖帮里就算无意派的 这别致的造型 瞬间引起了全场瞩目 这位选手跑得快就算了 穿的还这么算了 实在让人震惊 在30多度的圣路易斯 只有卡瓦哈尔 是穿着长裤长袖来参赛的 在观众的围观中 卡瓦哈尔意识到 自己的造型比较另类 他跟人进了把剪子 把裤腿剪短了一截 也算是穿了条短裤吧 这次马拉松比赛 共32名选手参赛 圣路易斯气温34度 湿度90% 但选手呢 还是以高昂的热情 一路绝尘而去 由于洋起的沉土过大 选手们之间互相都看不见 组委会的两辆汽车 还在后面出了车祸 在这样的条件下 很快这群选手 就毫不意外的出意外了 第一个倒下的是 美国选手威廉加西亚 威廉是个业余选手 一开跑就鼓足力量 跑到了第一名 然后高温和劳累 很快就让他脱水了 不过相比于脱水 更让威廉不爽的是 虽然这次比赛的组委会 靠谱的安排一样没有 但他们居然在选手队伍前面 安排了一个裁判团 这个浪碎的裁判团 坐着马车在威廉眼前跑 速度正好不快不慢 精准的确保 马车扬起的羊臣 全都能被威廉吃进嘴里 威廉越跑越难受 开始对前面的马车破口大骂 但因为黄鹰滚滚 裁判团根本就听不到 后面的威廉又气又急又累又渴 一口土冥下去的他 突然口喷咸血 仰面倒到了地上 后面跟着的马车和选手 很快发现 不好了 有选手气出血了 一群人七手八脚的 把威廉拖进了医院 此时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为他抢救的大夫都懵了 老夫行医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 因吸入灰尘过多 造成未出血的人 他竟然经历了什么 一番抢救之下 威廉保德一命 但是再也无法跑马拉松了 第二个倒霉的是 美国名将约翰·洛登 在威廉倒下后 他也觉得非常不适 挺到十公里左右 他开始剧烈抽筋和呕吐 想想威廉的下场 算了吧 保命吧 遇汗·洛登 直接宣布退赛了 第三个倒霉的是 南非选手林托瓦 作为一名黑人选手 林托瓦连一双鞋都没有 但他虽然光脚跑步 却速度和耐力都相当好 只要按节奏跑下去 混快奖牌应该不难 可是 就在林托瓦穿过一个村庄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 从哪穿追了几条野狗 玩了个命的追着林托瓦药 为了保命 林托瓦迸发出了惊人的速度 一路冲进宝米地里 才甩掉绿兵 可是此时 他已经偏离了路线了 说起来 这件事是充满心酸的 这些狗之所以追着林托瓦药 是因为他们受过训练 当时的美国农场 都有这个习惯 只要黑人在跑 就被认为是盗窃 这些训练过的狗 就会条件反射一样 上去就要 总之 在这场惨烈无比的比赛中 32名选手中的18名 根本没能跑完全程 选手的消耗率高得惊人 当然 在惨烈的比赛 也会有冠军 开在3小时13分钟后 20岁的美国选手 弗里德洛兹 面色红润 神态自如地 跑进了体育场 面对如此豪杰 全场2000名观众 发出热烈的欢呼 全体洗地为他鼓掌 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爱丽丝 作为颁奖嘉宾 为他带上了 象征冠军的花环 紧接着 一辆马车冲进了体育场 车上的裁判 看到这一幕大喝一声 快停下 他不是冠军 实际上 洛兹跑了十几公里后 就已经不行了 倒在路边以后 他看见路过的汽车 就搭了个便车 坐车折到中点附近 才下来的 洛兹进来之前 已经跟裁判说了 自己是搭车来的 跑进体育场 只是为了来取东西 结果一进来 大伙就把他当成了冠军 现解释都来不及了 又过了一会儿 第二名选手 也进了体育场 美国选手托马斯·西克斯 完成了比赛 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在比赛前 托马斯的教练 给他吃了一份兴奋剂 可是即使这样 由于比赛实在过于痛苦 托马斯还没跑到一半 兴奋剂就失效了 为了冠军 他要求教练再来一份 为了快速起效 第二份兴奋剂 他还用白带地送服了 结果 第二次服药 显然有些用力过猛 磕大了的托马斯 开始产生了幻觉 他一路像机器人一样奔跑 等快到终点时 他已经失去意识 开始原地划圈 两个助手把他架起来 拖过了终点线 由于赢得了比赛的托马斯 依然在幻境中舞蹈 现场无法举行颁奖仪式 这场比赛让托马斯当天 失去了7斤多的体重 如果现场没有异症的话 他几乎就要当场丧命 获得过军的第二天 托马斯就宣布退役了 第三个进场的选手 是法裔美国人阿尔伯特·科里 按理说他应该获得银牌 可是由于他的国籍不轻 法国说他是法国人 美国说他是美国人 科里最后宣布放弃资格 退出了田径圈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赛车手 只是来打酱油的 那么 收了这么多人 我们的主角卡瓦哈尔呢 比赛开始后 无论是高温还是脱水 都没有困扰卡瓦哈尔 因为40多个小时没吃饭的 他已经饿得眼冒金心了 因此 比赛开始后 卡瓦哈尔走走停停 一路跑 一路跟观众要饭 希望能搞点吃的 在赛程约七公里的时候 他看到路边有个大哥在吃桃 卡瓦哈尔赶快过去 跟人家讨要 可是不知道是因为在英语菜上 还是大哥比较抠 总之大哥没给 此时已经两眼发虑的卡瓦哈尔 也顾不上别的了 趁大哥不备 一个猴子偷桃 把桃抢走后 一路绝尘而去 有些现场观众们震惊不已 奥运选手抢桃吃 这究竟是人性的纽约 还是道德的伦敦 很显然的是 一个桃并不能让卡瓦哈尔吃饱 又跑了几公里后 卡瓦哈尔发现 道边的一户人家院里 有一棵苹果树 虽然8月份的苹果还没成熟 但卡瓦哈尔已经没资格挑食了 此时的卡瓦哈尔已经感受到 圣路易斯人比较难道 他干脆不找主人交涉 直接翻墙上树 偷了几个苹果后 绝身而去 由于没有补给站 卡瓦哈尔只能在路边的水井里 趴着喝点井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空肚子吃生水果 加上剧烈运动和原味精水 再加上尘土漫天的赛道 卡瓦哈尔马上就拉了 而且一拉就止不住 跑几步就感觉肚子暴净 只能看到观众少了 就抽空去拉西 走走拉拉几公里之后 卡瓦哈尔已经拉得快休克了 为了防止在拉西的时候昏过去 卡瓦哈尔决定先缓缓 又饿又累又拉的 他很快睡着了 等他醒过来才意识到 自己正在参加奥运会 赶快站起来接着跑 就这样 在连头带墙且拉且睡的情况下 如果他不吃那些青苹果 或者路上少拉完两次 或者休息时别睡着 他也许就能获得一块奖牌 但卡瓦哈尔已经并不在乎了 他全部的注意力 都在赛后的晚宴上 他对比赛结果不翻完任何评论 只是一个劲儿询问 组委会啥时候放饭 我能不能先把这一顿饭吃完 奥运会结束后 卡瓦哈尔在美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倒不是他不想回国 只是他固然可以一路要饭的来 可是回古巴是要走海路的 上海里像大鲨鱼要换的话 也确实有点难度 回不去家的卡瓦哈尔 开始在圣路一丝打工 时不时还去参加比赛 赚点奖金 开始慢慢凑路费 1905年初 卡瓦哈尔总算凑过了路费 于1905年6月回到了哈瓦那 由于他没有拿到名次 哈瓦那很多人都在调侃他 卡瓦哈尔也在自己反省 自己这么拉都能拿第四 如果下次靠谱一点 是不是可以轻松得个冠军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卡瓦哈尔很快就向哈瓦那居民宣布 我要参加1906年的雅典奥运会 我们都知道奥运会四年一届 1904年之后再举办 应该是1908年才对 但是当年的奥运会山头林立 顾白旦不能完全说了算 所以1906年的雅典 决定打个菜篇球 决定自己举办个终结奥运会 蹭一蹭奥运会的热度 为了参赛 卡瓦哈尔决定开始第二次传帽子活动 不过这次他的活动还没开始 就被叫停了 就这样拿了钱的卡瓦哈尔 跳上了去意大利的船 准备从意大利去希腊 1906年3月12日 卡瓦哈尔抵达了纳布勒斯 然后他就失联了 无论在任何媒体上 人们都没看到他的任何消息 他也没再给家乡发过电报 连那场奥运会都没有去参加 几个月音信全无后 卡瓦那居民开始猜测 这小子别是碰见了意大利特产 让人给弄死了吧 虽然卡瓦哈尔并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哈瓦那市民对这个 每天的精神奔跑的小伙 还是有一些联系的 失联一周年以后 卡瓦那的报纸刊登了 卡瓦哈尔的复告 宣布我们熟悉的那个运动员 已经去世了 让我们为他慕哀 然而就在复告刚刚发出的 以后没几天 卡瓦哈尔从一艘西班牙轮船 跳下来 已经回来了 根据他自己的描述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这一次的参赛之旅 卡瓦哈尔力求稳妥 到达纳布勒斯后 就规规矩矩的 在港口等船去希腊 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不认识伊德利语 由于伊德利语完全不懂 卡瓦哈尔最终半猜半蒙的 跳上了一艘 他认为是去希腊的船 然后到达了科特迪瓦 等他好不容易 又从西非回到希腊时 比赛 已经结束了 这下卡瓦哈尔尴尬了 他连续去两次 信誓旦旦的集资出发 又连续两次空手而归 这要是回去 自己就彻底射死了 四千想咕咕之下 卡瓦哈尔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拿点成绩回去 他决定从希腊出发 一路步行前往西班牙 沿途有比赛我就参加 好歹拿点名次回去交差 就这样卡瓦哈尔 怀游了半个欧洲 参加了大量欧洲比赛 成绩相当不错 到1907年 卡瓦哈尔终于带着57个奖项 回到了古巴 为了表示自己没有空手回来 卡瓦哈尔还搞了个三车车 把所有的奖杯奖牌 都放在车上 每天放在广场上 供人参观 我虽然错过了奥运会 但赢得了这么多比赛 算是对得起支持者了吧 这次欧洲之旅 让卡瓦哈尔再也不敢出远门的 他从此只敢参加美国的赛事 回国后不久 他就在1907年 拿下了纽约六小时挑战赛冠军 随后陆续在一系列大赛中 获得了奖牌 他云游四海 建立了不小的名声 1916年6月 英五五十岁的卡瓦哈尔 终于在报纸上宣布了退役 他那辆小三车车也成了著名领点 除了作为一名运动员 卡瓦哈尔也努力做出自己的社会贡献 他为了抗议军政府残害学者 在一条纪念街道上 带着标语跑步数千圈 为了支援工人罢工 他带着支持罢工的广告牌 跑步1000多公里做宣传 人们已经习惯了卡瓦哈尔的存在 他让自己成为了古巴的一块流动的景点 进入40年代 卡瓦哈尔买下了一小块土地 种植蔬菜 有时候会出售 但多数时候都会送给邻居和朋友 在社区里仍然很好 种卡瓦哈尔的一生 他都保持着奔跑的习惯 1949年1月20日 在古巴塞罗体育场的棒球赛开赛前 卡瓦哈尔下场就跑了一段 由于老迈和善气 他跑得并不远 但全场观众依然起立欢呼 向这位奔跑了一生的老人致敬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说自己只要还能跑得动 就会一直跑下去 遗憾的是 塞罗体育场的跑步 就是他的告别演出了 一周以后 1949年1月27日夜晚七点 这位古巴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因心当病而去世 他的一生都没有获得奥运会人的任何奖牌 但古巴依然愿意在100年之后纪念他 因为只要体育精神仍在 哈尔纳人都会想起那个不知疲倦的 在哈尔纳街头飞奔的身影